其實我們很熟 我們都希望大家不要去亂猜測 不要說因為誰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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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 媒體就在寫這種東西 我們都沒有 我們純粹只是因為 彼此上個性的差異 所以我們最後選擇這樣的模式 但是我們還是朋友啊 我們也是好朋友 我們剛剛開直播之前 然後突然間對他 你一下說好像這樣比較輕鬆 對 好像這樣比較輕鬆 沒有相處起來比較沒有壓力 就是不用去擔心另外一半怎麼樣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成年人 就是就像你講的 我們都可以把自己照顧好 對 這個其實我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 我在你身上真的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真的我很感謝你 不用擔心 其實我很謝謝你 就是 在這個疫情開始的時候 然後 在我 在我 抵草的時候 陪著我 就是 你也教會我很多東西 你也幫我很多忙 我真心很感謝 真的真的 每個人都會有 優點的缺點 我很謝謝你 讓我看到我自己的缺點 因為我的個性有時候就真的是 比較 比較難散 對 這個其實我知道 我們只是因為在 個性上很差異 然後 我們也 一直很 努力在 磨合 或許現在這樣的選擇 對我們彼此都是好的 嗯 我們的關係是 再轉變 嗯 對 那已經大概 一個多月了 因為是一個月 我們第一次這樣坐下來吃飯 我是覺得說 嗯 好像 第一次冷靜 之後 再去 看對方是 就比較不會那麼緊 就是稍微放鬆一點 這樣子 對對方的 感謝是沒有病 嗯 我也很謝謝你 很長一段時間這樣陪伴 然後照顧 然後很用心的付出 其實我們都很用心的付出 對 然後 嗯 分手不是一種 否定對方 而是 眼看著大概這個狀態 好像已經 再不補救 會不行 可是實在找不到補救的方法 所以只好 先站 就是 先拉開一下 然後 會這麼 決定是 嗯 我們 覺得接下來好像這樣 轉變這樣子 雙方 也會獲得成長 對啊 就是不要 去傷害對方 嗯 對 分手 不要去傷害對方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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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我們 一下